风暴眼 走下神坛的张磊和高龄 中维股市全面浮亏 投资格力面临平仓风险 当孙正义第一支1000亿美元规模的愿景基金横空出市时 创投行业不得不承认 规则被改写了 全球的基金规模被迫提涨 在那个时间节点 张磊喊出亚洲最大的口号 高龄四期募集资金106亿美元 超越KKR成为亚洲历史上单期私募之岁 小而美是精致而优雅 但在张磊的投资逻辑里 少为一种格局 更大的生意才合乎胃口 无论是早期的京东 还是后来的百利 亦或是更晚点的格力 这使高龄资本看起来宏大而不可撼动 渐渐 市场开始流行跟着高龄买的抄作业行为 大资金的买入和卖出 会造成市场波动 而高龄的买入 本身就是一种看涨信号 神话家深高龄资本 张磊喊是推出新书价值 在聚光灯下讲述他的长期主义 输出一些价值观 守正用其 若水3000淡取一条 陶里布言下自诚惜 只是 当时代的灰尘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宏大叙事忠诚显示 近日 针对亏损300亿美元被清算一事 高龄资本回应称 公司在每股持仓一共60亿美元左右 不可能亏损达到300亿美元 虽如此说 但在俄乌战争的大背景下 由此引发的地缘政治担忧 以及疫情重压下市场流动性不足等多重因素叠加 中概股 港股 隔股的暴跌来的猝不及防 据凤凰网风暴演统计 身在其中的高龄资本多数投资面临浮亏 过去 张伟意气风发 把朱元璋的广基梁 高筑强 缓冲王挂在嘴上 如今 格力使他应接不暇 医疗赛道更是低迷 出现缝隙的高屋还能见灵吗 即1月15日格力电器董事会决议公布后 外界的预测再一次落空了 高龄资本仍没有进入格力电器董事会 实际上 自高龄入资之后 关于其是否会进入格力电器董事会 就成为了关注焦点 过去 高龄资本喜欢以业务操盘手和整合者的角色介入 并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投资京东和百利 在广为流传的刘强东 只要7500万美元 张磊应塞给他3亿美元后 2014年 张磊撮合腾讯与京东达成战略合作 微信为京东开放了一级入口 至今京东仍有超20%的新用户来自微信 此后 高龄资本动用数百亿港元控股收购百利国际 运用各种转型和资本运作 在2019年 从百利分拆出一块运动为资产韬国单独上市 对京东和百利的投资 被视为两次定义了高龄资本 就在外界期待格力将是第三次定义时 高龄对待格力电器的风格 却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或许与董小姐的强势作风有关 高龄资本虽有一套自己的组合权 但面对董明珠这样的强势领导者 高龄能做的仅仅是充当资方进行财务投资 事实上 即便高龄想派出董事 也需要经过格力决策体系的层层选拔 通过套娃式的决策架构 格力管理层与高龄资本之间 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制衡 因此 即便高龄已入资两年多 格力电器在多元化上仍未有否突破 2021年半年报显示 格力电器的空调业务收入占比超70% 加上三季报的业绩下滑 格力电器股价进一步下跌 截至发稿 格力电器的股价仅为32.26元 相比于2020年底65.58元的高点 已跌去了50.81% 当初 高龄资本以每股46.17元的价格 受让了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电器 15%的股份 合计转让价格为416.62亿元 其中 高龄刃缴金额为218.5亿元 剩下的金额尤其与七家银行签订贷款协议获得 即将持楼的格力电器股份 质押给其中之一的招商银行 以换取208.31亿元的贷款 在那时看来 格力电器的股价一直在50元以上 并且为了促成这笔贷款 格力电器许诺每年净利润分红不低于50% 高龄资本不仅以低于市场的价格 成为格力电器的第一大股东 且每年的分红组已覆盖借款的利息 是一抵聪明的投资 到了2021年4月28日 格力股价为55元左右时 高龄资本借新还旧 又与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平安银行签订了新的贷款协议 贷款208亿元 用来偿还之前7家银行的贷款 而其持楼的股权也从招商银行手中解除质押 在质押了80% 共计7.22亿股权给农业银行 此次新的贷款协议约定 若因为上市公司股价发生重大变化 导致质押物贬值 质押率超过60% 且无法提供补充担保 则高龄资本应提前偿还新贷款的全部本金 及应付利息 因此 在格力电器跌跌不休的背景下 第一大股东高龄资本变成了最大的牺牲者 经凤凰网风暴演统计 不考虑贷款利息 在踢除2020年及2021年上半年分红后 高龄资本这笔400多亿元的投资 已浮亏超70亿元 此外 2021年以来 高龄与其一致行动人董明珠 两次补充质押 质押股份底力 已达到其所持格力电器股权的97.11% 若格力电器股价继续下跌 高龄以压无可压 东方财富穿四数据显示 珠海明俊2021年质押的7.22亿股权 已达到37.74的平仓线 此后两次补充质押的9024万股权的平仓线 价格分别为26.45元 25.14元 填 世大的延伸 如果说格力这笔宏大的投资 让高龄吃尽了苦头 那么追求的权则让高龄陷入一种指责里 有人说高龄资本只有一个风格 就是全都要 于是高龄资本会同时投资优博和滴滴 也会同时投资美帝和格力 更会一边减持新头肉京东 一边满入阿里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在资本市场上 大往往意味着压倒性的优势 比如高龄资本对A股上市公司凯莱英的投资 2019年10月30日 凯莱英第一次公布定增预案 计划募资23亿元 彼时凯莱英的股价仅为123元 作为一家CXO企业 凯莱英被市场广泛看好 这次定增被一些机构视为吃肉喝汤的好机会 然而 到了2020年2月 凯莱英宣布取消定增方案 改为向高龄单方面增发 发行价格为123.56元每股 等于将其他竞拍者全部赶出场 有人认为这种凭借机构影响力的包原式投资 违背了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 所价定增的伪战投方式 助长了股票炒作的不良风气 可惜由于在融资政策突变 高龄资本的战略投资者身份 似乎不被认可 于是 定增方案几经修改后 变成非定价非独家发行 增发价由原来的每股123元 变成227元 参与者也从高龄独家变成有加瓜分 依仗着资金雄厚 高龄点燃生出一副野蛮人的气质 据深人报道 2020年 高龄宣布成立高龄创投 正式杀入VC领域 起步就是100亿元人民币的盘子 一位人民币VC的投资合伙人表示 听到100亿元的消息时 感觉行业要变天了 高龄的项目贵得离谱 而且你很难接盘 后来 在线教育的泡沫愈加膨胀 这是靠资本活生生杂出的一个市场 铺肩在地的烧钱大战徐徐拉开 谁能获得更多资本的拥盾 烧得更久 跑得最快 谁就能挤走对手 分得蛋糕 本就火热的在线教育市场 在高龄等一众资本的助推下 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0年3月 袁福岛宣布完成最新一轮10亿美元的融资 本轮融资由高龄资本领头 腾讯 博育资本和IDG基本等跟头 当时 这是教育史上最大的一笔融资 张磊那句教育史永远不需要退出的投资 言由在尔 可等到双减政策一锤定音 人们恍然发现 高龄资本早在2021年一季度 就清仓了教育行业的中概股 张磊挥一挥一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只留在线教育遍地哀红 从几年前开始 高龄就寻着消费 医疗几个方向来回探寻航道 后来 高龄的目光又描向了探中和 张磊寄希望于科技互联网带来的红利 被市场坑视干净前 在能够与科技能力有效融合的传统行业里 买下一张船票 然而 要在大这条策略上走下去 高龄就需要继续做大蛋糕 布局产业的上下游 只是 在新一轮市场动荡之中 即便是资金雄厚的高龄 也不得不面对遍地亏损的现实 2021年 对于恒瑞医药的投资者来说 可谓是失去的一年 股价从年初最高点97.16元 一路下跌至50.71元 今年以来 恒瑞医药股价再度下挫 截至3月18日收盘 恒瑞医药股价为37.5元 相比于最高点 已跌去61.4%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3800亿市值灰飞烟灭 就在恒瑞医药不断下跌时 高龄资本开始了抄底的道路 去年二季度 其旗下的HCM风活基金 出现在恒瑞医药前十大股东名单上 持股4046万股 以3月18日的收盘价计算 高龄资本此次投资 已经浮亏超40% 事实上 恒瑞医药的下跌并不是个例 随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7月2日关于公开征求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主流药物 临床研发指导原则 意见的通知的发布 引起医药行业资本市场的巨大反响 一时激起千层浪 从此一直强势的医药板块迎来重大调整 与此同时 中概股暴跌的浪潮逐渐传导致港股 A股同样不能置身十万 数据可见 高龄资本在二级市场买入的医药股中 大多已浮亏 例如华南生物 华南疫苗 药明康德 安徒生物等 此外 以定宗的形式进场 也使得高龄资本浮亏不少 例如拥有网络 东方雨红 三环集团等 在医药股本就不理想的情况下 当中概股大跌的恐慌情绪传导致港股 高龄资本自然蒙受了不少损失 港股一向是高龄资本投资医疗行道的大本营 然而在此次港股大跌的浪潮中 超过70%的医疗企业 最新收盘价低于高龄的投资价格 如家和生物 背抗医疗 心通医疗等均浮亏70%以上 美股光面 虽然从去年三季度开始 高龄资本就开始减持中概股 但大环境的尾矿日下 无可避免的影响到了高龄 截至3月17日收盘 高龄投资的中概股中 处于浮亏状态的超过10家 其中造车新势力 未来与电商龙头阿里巴巴的最新收盘价 较高龄的投资成本已经腰斩 爱奇艺和涂鸦智能等均浮亏超70% 广泛的股票市场是一个造神的沃土 也是一个检验真知的实践场 如同近期失落的公勿易捷格兰 风银变换的股市里 没有人能永远踩中风口 大开大合的投资习惯 高龄是必将张磊推至台前 绑定高龄的每个投资项目 而这似乎也能解释 为什么这几年张磊一反常态的高调 出书 连卖 演讲 专访 开通官方公众号 举办零峰会 构造长期主义的理念 增加对外输出的信息量 张磊的江湖地位就这样被捧了出来 只是 在时代的洪流里 在宏大的机构也是如此渺小 在辉红的话语也是苍白无力 跳动的数字代表着对所谓的全链条生态 覆盖能力的审视 也许曾经攫取的现实的巨大的回报 不过是靠豪赌与规模取胜的金钱游戏 当资本市场上的天平倾斜时 落寞或许就在一夜之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